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我是沈維彤 請開始帶您關心國際股市 美股週二收盤漲跌互見 標普五百指數小漲 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 指數是上漲百分之一點七五 而道瓊工業指數是下跌一百二十九點四四點 台積電ADR也是下跌百分之一點一六 收在七十六點一一美元 而在臺股方面今天賣壓未歇 大盤指數持續破底之下 中場是失守萬四關卡 收在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五點五一點 去創近十九個月以來的新低 而三大法人合計賣超一百一十六點六六億元 外資是累計七個交易日 已經從臺股提款了六百四十億元 台股今天出現顯著下跌 尤其收盤更是跌破萬四大關 前外資分析師 有臺灣先生之稱的谷越寒 日前就曾經市井通膨以及台股過高的問題 不過對於近期的市場表現 他並沒有這麼悲觀 我覺得第一個影響到我們現在這個通膨的問題 是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的一些財政的錯誤 之後我覺得這個通膨壓力應該會慢慢的減少 其實我對股市的這個最近的展望沒有那麼的悲觀 不過剛好這個月之內已經跌得很深了 我相信是可能這幾個月到半年之內都應該是 就差不多跌完了 谷越寒預估這波通膨有望逐步放緩 他認為臺股半年內再跌空間有限 但反彈還需要貨幣的支持 他並且看好強勢美元之下 美元資產商品 青睞儲能 電池以及能源等題材 並且點名臺灣生技產業表現亮眼 值得關注 好 臺灣石化能源產業龍頭 臺塑企業 周二宣布成立臺塑新智能科技公司 期盼成為臺灣下座護國神山 接位部長王美花認為 對未來臺灣爭取電動車電池相當有幫助 那我們也很高興這個臺塑這樣的大企業 特別是它是一個大集團 那臺塑也有宣布未來的這個 2050要符合近年的這個部分 搭配他現在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大投資 那這個都是符合未來的方向 那對臺灣的產業在爭取這個 未來在電動車發展時候的這個電池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幫助 那我們除了在離岸風電 因為英國就是跟臺灣有這樣長期合作 所以英國在臺灣的離岸風電 相關的企業在臺灣有35家以上 臺灣積極佈局綠能 週二臺英雙方舉行第四屆能源對話會議 接著表示針對離岸風電展開經驗分享 同時雙方也規劃合作進行電網轉型 另外正關於半導體市場 外美花說訂單需求依舊很滿 認為臺灣半導體目前仍是穩健狀態 臺索投資電池新設廠也意味著臺灣電池產業 進入三強時代 臺尼是領先投資一百二十億 規劃產能一點八GW的 聶三元電池新廠 預計二零二三年啟用 而鴻海斥資六十億元 打造電芯研發 即適量產中心 最快二零二四年 應用在電動巴士 汽車以及儲能 而臺索則是投資一百六十億 在張濱工業區建構面積六點一 一公頃的綠能生產基地 預估二零二七年 總產能達到五GW 掌握電池者得天下 電池新產業是臺灣未來 國家發展的重點產業 研究院副院長沈榮進就提到 臺灣有了這三家大廠 臺灣電動車圈的電池新就能補起來 我們請教Digitize Research資深分析師 及研究經理林芬惠 以業界電動車的數量快速增加 加上政府節能減碳的目標 臺灣電池新需求有多大 請教您看法 如果說我們以全球的電動車的銷售來看 我們預估說今年還是有很大幅度的成長 那我們預估整個全球動力電池的需求量 將會達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 這樣的成長幅度 那當然呢 在臺灣方面 因為2040年政府也是有推出 近零碳排的政策 也就是說目標所有的乘用車都是要轉做電氣化 那所以臺灣看到這些國際市場的趨勢 還有國內的政策這樣子的導入之下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年 最近臺灣的一些廠商 他們在電池清潔擴產動作是非常的大 但根據我們統計 像能源還有鴻海以及台塑集團 他們的一些擴產的動作 加上未來也發展動力 就是固態電池的灰能 我們這樣子總加起來 在中期的時候 2025年到2027年 整個的產能規劃 大概會達到的整個超過12GW這個需求 那我們對比2040年的時候呢 整個臺灣的市場需求量是20GW的需求 所以等於是臺灣在中期的時候 已經佈好了50%以上的電池的產能 那我們預估說這些廠商 未來還是會有持續擴產的動作 那我們預估說在長期的話 應該是可以滿足整個市場的需求 經理 而且對於臺灣發展高科技領域成長 是相當有信心 不過電池產業顯然是有一點不一樣 而且現在國際市況來看 臺灣似乎也面臨很多競爭 是的 如果說我們以2021年的裝期量來看 就是大概95%都是集中在 中日韓的廠商的手中 那我們認為說這樣的趨勢是不變的 因為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這些廠商的產能規模非常的大 而且具有性價比的優勢 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從技術的面的角度來講 就是說電池和半導體或者是IT產業 它不同處是說它是非常強調經驗值 它是屬於工藝的技術 它並不是我們IT產品是屬於Digital的技術 所以一個規模大的廠商 它需要10年以上的這樣的製造經驗來累積 但是臺灣因為過去可能規模小 所以在大量生產的經驗相對來講是比較不足的 那所以說臺灣如果未來要追趕國際的業者 第一個就是需要有更高的經驗值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性價比在 是不是能夠跟國際廠商是越來越接近 這是臺灣需要面臨的問題 經理剛剛您提到說市場上 現在中國 韓國和日本就南瓜了95%的市場 那如果臺灣未來在發展電池星 可能要往哪邊走會比較有優勢 我想說我們還是分階段來講 就是說剛才有講到說 因為臺灣未來2040年要全面轉成電氣化 而且我們認為政府的態度是希望說 整個製造車廠可以大量提高 in-house的比重 就是說關鍵名部件盡量是采用 國內市場的供貨 那所以說我們認為在一般的 乘用車市場來講的話 臺灣還是有比較高的這樣子的 一個導入的機會 那在國際市場呢 因為面臨的中日韓的這樣的競爭壓力之下 我是認為說臺灣還是會走向 比較是利基型的市場 因為目前臺灣在一些利基型的市場 譬如說動力工具機 或者是說二輪的機車 或者是說電動傳播 已經是有一些出貨的經驗 那我想說臺灣未來在走向國際市場的話 還是要以這些利基型的這些應用為出發點 然後再慢慢擴展到整個 乘用車的常規的市場 國際能源總署預計 由於價格飆升和俄羅斯進一步的削減供應 全球天然氣需求將在未來三年內大幅下降 肯德基母公司百勝餐飲集團宣布 作為退出俄羅斯市場計畫的一部分 即將出售肯德基在俄羅斯業務 百勝五月出售了目前正在更名的俄羅斯必勝客 印度近日大規模突擊搜索 中國手機廠Vivo等相關廠商 依與洗錢有關涉及全印度44D 對此Vivo證實正配合印度相關部門提供所需資訊 今年4月底另外一家中國智慧手機製造大廠 小米集團被印度執法局發現非法匯款 小米在當地銀行的資產7.25億美元遭到查扣 根據日經新聞報導由於出現供應鏈過剩隱憂 今年以來全球主要半導體企業市值蒸發了1.8兆美元 約54兆台幣 報導稱情況比2000年網路股泡沫時嚴重 出台機電等聚播外半導體產業可能開始進行重組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好 來關心 台灣定下2050近零排放的目標 企業界如何因應這波趨勢將是關鍵 臺灣兩大智庫商演院和經演院六號是宣布簽署MOU 將共同協助民間推動ESG永續發展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與臺灣金融研訓院 共同舉行MOU簽署 兩家國內主要智庫這回聯手聚焦推動ESG永續發展議題 協助國內金融業服務業就人才培訓 政策研究論壇辦理等面向進行合作 金融業者也面對了他本身發展的一個 ESG轉型的挑戰 你這些資金好好的往ESG轉型 去這個協助推動的時候 你可能會幫整體創造幾兆幾兆的一個 已經這個數量來計算的那種效果 因應國際趨勢 臺灣定下2050近零排放目標 針對企業 政府規劃課程碳稅並且要求上市貴公司 每年提出ESG永續報告書 銀行業也著手對企業貸款和投資 進行ESG績效評和 不過關鍵的人才缺乏是最大痛變 我們對國際上很多的法規還有它的檢驗的標準 甚至它的一些概念觀念都還是不是很清楚 快速的來舞蹈產業來迎合這種ESG的發展浪潮 來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ESG趨勢也同樣帶來新一波產業成長機會 兩大智庫將協助提升臺灣金融與服務業 靜零排放的意識與能力建構 協助企業達成二零五零靜零轉型目標 進一步形成永續生態圈 新唐兩大電視 林玉堂重複謀審慧童 臺灣台北報導 好 帶你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最前線 因為在工廠聯電今天公告六月份的營收 是兩百四十八點二六億元 月增百分之一點六 年增百分之四十三點二 是連續九個月創下新高 再來宏達電的六月營收是回升到了四點九五億元 是今年最佳表現 不過上半年營收是年減百分之十六點三一 包括第二季跟累積營收都帶創新低 臺灣海洋聯盟今天接牌 聯盟將串聯臺灣學研界 提前佈局臺灣海洋前瞻科學以及關鍵技術 此外 餐飲業事況復蘇 連鎖餐業者局驗圖童 今天率先餐飲同業公佈六月份的合併營收 回升到三個月來的高點 行政院主機總處今天公佈六月份的消費者物價 較上個月上漲百分之零點三八 而年增率是百分之三點五九 相較五月份還是持續上漲 並且創下近十四年的新高 再扣除蔬果以及能源之後的核心CPI 是年增百分之二點七七 從去年以來呢 臺灣CPI是持續地突破 百分之二的通膨警戒線 這也代表臺灣通膨壓力依舊居高不下 外媒報導 美國官員正在遊說荷蘭政府 禁止半導體設備製造商艾斯摩爾 出售DUV生子外光圍影技術給中國科技業 更多精彩內容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回來 帶你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 財經報紙訊息 金融時報報導 港股交易信心持續低落 香港的IPO市場交易量 還是遠遠落後 其他交易所 華街日報報導 強勢美元導致歐元兌換美元 是跌到二十年的低點 日本經濟新聞 中共擴大排除高科技中的外資 要求核心技術的產品都必須在中國設計 開發生產 而外資是被迫決定讓渡核心技術 亦或是必須退出中國市場 好了 關心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報導 拜登政府考慮在這個月採取行動 對價值一百億美元的中國商品 取消關稅 而最新消息指出 美國政府截至今天 已經收到超過三百斤的請求 希望拜登政府保留前總統川普任內 對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 而白宮今天在記者會上 被問到相關問題時說 拜登團隊還在考慮選項 多家外媒還指出拜登政府也可能針對中共當局大陸 大量補替的部門啟動新一輪的三零一調查 另外外媒報導 美國政府打算擴大對中共的出口管制 好限制中共軍事以及科技發展 而措施包括增加出口管制 協同夥伴國家行動 重新定義哪些技術被視為敏感或者是關鍵 而可能被軍方或者是國家安全機關使用 包括人工智慧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好 外媒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很快將要宣布 對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決定 來解決美國的通膨問題 不過對此巴克萊銀行認為 無論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關稅如何調整 對美國通膨不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只是杯水車薪 而且對貨幣政策的審議可能無關緊要 如果關稅完全撤銷 對美國通膨的最大直接影響 是一次性的降低0.3個百分點 好 通膨導致原物料價格上漲 加上日圓持續貶值 日本半導體關鍵耗材供應商也宣布漲價 全球西晶圓二哥 盛高是調升報價三成 研磨一等特用化學品指標 供應商昭和電工則是漲價兩倍 盛高和昭和電工是台積電 聯電 三星 以及英費林等晶圓製造大廠的耗材供應商 這也使得晶圓製造商面臨成本上揚 需求轉彈的雙重壓力 而盛高在臺灣的子公司 臺勝科還有寵月也同步調升報價 好 美國對中國半導體相關企業的製裁力度 是持續擴大 外媒報導 美國官員正在遊說荷蘭政府 禁止半導體設備製造商艾斯摩爾 出售DUV生子外光圍影技術給中國科技業 美國對中國半導體與晶片相關企業的製裁力度 持續擴大 5日 外媒報導 美國官員正在遊說荷蘭政府 禁止半導體設備製造商艾斯摩爾 出售半導體成熟製程所需的DUV 生子外光圍影技術給中國科技業 DUV生子外光圍影技術是生產汽車 手機 電腦 甚至是機器人晶片時最常使用到的設備 如果荷蘭政府同意美國提議將對中芯國際 華紅半導體等中國晶片製造業者造成嚴重打擊 這項計畫是源自美國商務部副部長 在5月下旬到6月初訪問荷蘭與比利時所提出 對於這項傳聞 艾斯摩爾及美國商務部都不評論 但消息傳出後 5日艾斯摩爾ADR重挫8.3% 出現自2020年3月以來最大盤中跌幅 另外美國政府也試圖對日本施壓 要求日本與艾斯摩爾競爭的廠商 Nikon也禁止提供中國相關技術 對此Nikon表示 目前沒有得到相關的訊息 新塔爾雅太電視淋浴堂 李晶晶綜合報導 去年臺灣國內農業旅遊不受疫情影響 創造88億的產值 而展望今年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表示 冬天已經走到近尾 現在開始是臺灣的春天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換回來 繼續來看到原油價格週二下跌 創下3月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投資者擔憂經濟衰退 油價因為需求減弱而降低 截至週二收盤 布倫特原油下跌10.86美元 爆每桶102.97美元 美國西德州原油結算價為每桶99.65美元 下跌8.85美元 這兩個基準都創下了3月9號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打擊了主要能源公司的股價 原油期貨與天然氣 汽油和股票一起下挫 這些通常看作原油的需求指標 根據美國汽車協會統計 全美平均汽油價格已經回落到了 每加輪4.8美元 脫離了上個月每加輪超過5美元的記錄 但同時因為避險需求而購買美國國債 使美元升值了約1.3% 這反過來又影響了以美元計價的石油 因為對持有其他貨幣的買家而言 石油變得更加昂貴 新台記者上鏡 紐約報導 好 再看到受到俄烏戰爭以及高通膨的影響 人口約2200萬的斯里蘭卡 現在陷入70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包括糧食藥品嚴重短缺 原油存量甚至不到一天 更無法支付參與中國一帶一路計畫 所產生的龐大債務 總理威克瑞米辛赫 5號對國會宣布國家破產 他表示2023年會過得非常痛苦 可能要到2024年才會好轉 而斯里蘭卡的外匯存檢已經消耗殆盡 法定貨幣如比今年以來 已經貶值一半以上 好 再來看到農委會今天舉辦頒獎典禮 全國一百零四個休閒農業區中 總共四十六區獲獎 農委會諸位陳吉仲就表示 即便受到疫情衝擊 去年還是有超過兩千兩百萬人 參加農業旅遊 創造了八十八億的產值 我們現在冬天已經走到近尾了 現在開始是我們的春天 疫情衝擊休閒農業 終於要迎來曙光 陳吉仲親自頒獎給四十六個 優質的休閒農業區 希望在後疫情時代 業者能持續增強體質 打出自己的品牌 即便受到疫情衝擊 農委會統計二零二一年 還是有兩千兩百二十六萬人 參與農業旅遊 創造八十八億產值 隨著臺灣疫情趨緩 業者也為開放邊境 做足了準備 透過智慧農遊的方式 他們到現場就可以 自助式的去做導覽 去做闖關 就可以減少人跟人的這個接觸 基本上是秉持著 這個樂觀的這個態度去面對 目前七月開始陸陸續續 已經有遊客回農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次農委會 以及我們交通部 這樣的一個補助 讓我們的一個產業 開始來回升 對內鼓勵休閒農場 深度發展 對外要將臺灣的優良農產品 消到全球 外界也關注 中共下達鳳梨令後 距離農委會喊出外銷三萬公噸的目標 現在還少了九千公噸 目標是我們自己給自己訂的要求 那去年我們鳳梨外銷到日本一萬七千公噸 今年已經超過一萬八千公噸 今年到七月初為止 我們已經有外銷兩萬多公噸 到中國以外的市場比去年還增加了七%還是八% 成績中指出 今年鳳梨產地價格 維持每公斤二十四元 不但比去年二十二元還高 也比出口到中國時高 絕對照顧農民 新唐人亞太電視 池千里真如臺灣臺北報導 好 帶你看到明天七月七號星期四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首先美國公佈上週出領失業金的救濟人數 以及六月ADP非農就業報告 再來是英國六月的房價指數 以及德國五月工業生產指數 以上是七月六號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沈偉彤 再會